接下來帶大家看到台灣的創意在世界發光 首先看到的是亞洲大學創意商品設計器 三名學生針對葡萄農設計出 可以減緩他們脊椎疲勞 而且還可以同時吊掛採收欄 放置工具的多功能束帶工具包 那麼這一次在中國的工業設計大學下 拿來最高的特等獎 這獎金有100萬人民幣 也大約台幣450多萬 這也是台灣學生作品 首次獲得了這一項大獎 外型像護腰的採葡萄束帶工具包 是果農採收的好幫手 前面可以吊掛採收欄 腰部還能放置工具 讓採收葡萄可以很潮 這個由亞洲大學學生任嘉儀 王毅廷李資宣設計的採葡萄束帶工具包 在四川工業設計大賽勇奪特等獎 總獎金高達人民幣100萬 折合台幣450萬 震驚的 因為就是沒想到說可以獲得這麼大的獎 當初我們在得這個獎才知道 原來四川他們現在有在種色香葡萄 他們面積也重視非常大 需要這樣的一個葡萄帶去做一個採收的動作 其中學生王毅廷的家人在種葡萄 讓他投入設計更有感 而有了這個工具包葡萄農工作 不只可以更方便 還能減緩脊椎的疲勞 未來這個工具包設計 不只運用在葡萄 需要人力採收的水果都能使用 記者李嘉山12名報導 會